你俩想干啥呀 啊 想干啥呀 看我干嘛 我真没想到 你长了个人面 确实瘦心 你取我一万块钱干啥呀 谁取你一万块钱了 一万块钱我还在这儿等着你 怎么办 搜身吧 搜身 我丢的 小姨姑爷爷 你要从我身上搜出一分钱来 我是你宿的 干啥呀 干啥你要搜我是吧 你要搜我是吧 你凭什么搜我 你凭什么搜我呀 那咋办 凭什么搜啊 报警吧 报警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报警是吧 好 我先声明一下啊 我的钱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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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警啊 咋的 能真抢吗 咋的 刚才咋不拿出来呢 他少一万你拿出来啦 干啥没啥异的 拿什么钱 你别吵吵 你别吵吵 有礼不在身高 我伸这么高我也没抄着啊 对吧 我给你只条明路吧 兄弟 如果你把一万块钱还给我 然后呢你再给我赔礼道歉 我呢就不打电话 我饶你一条生路行不 我给你一万块钱 我还向你道歉 没本 撑着我 你报警吗 你报警 那我报了警 警察来了 就不是一万块钱和道歉的事了啊 我给你三秒钟 三 二 给你 拿着 破案了 拿着 破案了 张总 行了 真是你拿的啊 还让我去你公司上班 你做梦吧你 哎呦你妈的 什么人品 道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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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 我 我拿 拿你一万 我 我 我可以走了吗 不行 打到害毒不诚恳 我 我 我再给你取一万 我再给你取一万 诚恳不诚恳 不行 我只要我的钱 你的钱 多一分我都不要 我 你 你什么人 你什么人的你 我接个电话 看住他啊 我得走 张总 你不能走 我有事 你不能说话 你不能说清楚 你不能说话 男的可以说话 女的别说话 还在这个蛤蟆坑呢 我跟你说 破案了 人找到了 一万块钱拿 啊 啊 张总 你得想想 怎么给我小姨姑爷爷道歉 要不警察来了 我可救不了你呀 干啥 干啥啊 你们想 你躲开 哎呦 我拖死你 我打了 王小欠 王小欠 我就听了你的流言蜚语 侮辱了一个大美女 不是 我欺负了一个大美人 对不起 对不起 干嘛呀 过来 你干嘛 我不过 你说 我媳妇都说明白了 刚才我是 给他妈打了一万 给他爸打了一万 里面还有一万多 我媳妇 她有手机银行 她可以无卡转账 转给他妹妹一万 你说你都无卡转账了 你让我上这来 点什么灯啊 对不起 你以为媳妇就是个窗灯啊 你的媳妇 她拿钱 那是我不跟你说一声的 她 在我们家有个规矩 我拿钱要通知她 她拿钱从来不通知我 好了好了 那个 大亮啊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 谢谢 等等 干嘛呀 干嘛呀还要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你快点 对不起 我工作的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 再见 不是 等等 干 干啥呀这是 你这一万块钱 行了 我可以走了吗 我有事 我有事 我可以走了吗 谢谢 等等 哎呀 干啥呀 怎么了 我就想问一句 那么不是你偷的钱 你为什么拿出一万块钱给我呢 我没法跟你解释了 我想给你留点悬念 行吗 我可以走了吗 我想明白了 你等等 你这个悬念我已经破解了 第一 你肯定是有啥急事想走 怎么才看出来了 怎么 第二 啊 你被王小欠给欠住了 主要是你给欠住了 第三 你是把我这个卡落到坏人手里 钱被人取走了 对不对 好人哪 哎呀哪里 哪里 那行 我我我可以走了吗 还送 对 对 哎呦 张总 啊干嘛 我工作 你看 我告诉你 我的公司就是倒闭了 我也不要你 什么 他的公司要倒闭 啊 他 这么好的人 咱们怎么能让他公司倒闭 张总 我来帮你 不是 这用一个卡给人 张老板 小一位爷爷 你卡又拉着了 你还六毛六 哎呀